直接拍個照傳進來不是簡單多了 所以測試的話可以這樣那怎麼做 這邊按右鍵你傳上去的地方按右鍵把它共用一下 共用之後呢會產生一個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太長了你不可能告訴別人說你安裝我的APK 我給你一個這個網址 請你幫我把它裝上去 他恐怕看到這個網址就昏頭了 尤其在手機上叫他輸入應該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你可以GOO.GL把它縮短並且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QR Code 那你們就是 把產生出來的這個APK 把它縮短網址 那將來的話呢這個網址 看你要不要乾脆這個短網址如果你要讓人家讓我們知道的話你可以複製之後 再到你的資料夾裡面新建一個什麼新建一個文件 那這個文件的話 就是給他一個名稱也許叫什麼GOO或者短網址算 或在那GOO好了 或者叫 名稱短網址 把剛剛的GOO貼上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也把什麼 把QR Code貼上 QR Code怎麼過來按右鍵 有個什麼 複製影像 複製起來 一樣到這邊的話呢 把它貼上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把那個QR Code也順便放過來了 那你就把它怎麼樣 關閉起來 那下一次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打開他 短網址也有了 QR Code也有了 這個時候有沒有 我就直接如果我今天要看你們的 那個App的話 我就掃一下 就裝到我的手機裡面了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呢 你們在勤勞一點的話可以把這個按右鍵 另存 另存下來沒有 比如說這個地方把它放在 桌面上好了 然後再把它傳上去 這個叫QR QR Code 或者QR就好了 然後怎麼樣放雲端呢 一樣 把它再丟上來 這個QR 就直接再丟到我的 這個QR 再丟到雲端上去 所以 將來人家點下去 一樣可以看